所以综合来看 DM4DC并不是取代工作台上的专业仪表 而是让你在没有工作台的时候 依然能做出正确可靠的工程判断 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次我们测试了正典原子的T90系列的烙铁 评论区的兄弟那是真热闹 都让我把他们家的万用表也测一下 所以这一期就是应广大粉丝的要求 咱们继续测试正典原子家的产品 就是我手上这一台DM40C 官方说它是一台万用表 试波器信号源三合一的便携式仪表 一代设备能干三台的活 既可以量电压又能看波形 还能输出信号 听起来确实是挺全能的 今天咱们这个测试片 就是按照老规矩来 全部实打实的跑一遍 我们不看参数不看广告 只看我们的测试结果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啊 先开箱 撕掉外面的保护膜 整个包装盒 黑色的底色 万用表的实拍图片 产品的特色 背面是产品的参数信息 制造商信息 购买这个仪表 官方还会送一套 硅胶线的万用表笔 这个万用表笔 配送的是一对特间的表笔针 这个表笔针 大家安装的时候 要用它附带的小扮手 把它装紧 避免出现接触不良啊 柔软的硅胶线 确实好评 还有这个万用表不用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护套 把表笔保护住 弄断了或者是弄弯了 不划算 包装盒为天地盖的设计 全采的中英文 使用说明书 背面是英文的 万用表本体 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标配一个四波机探头 A转C的数据及充电线 信号发声器的连接线 测温用的热电偶一根 四波机探头调整用的 小扮手一个 这就是购买DM40所带的一些附件 整个万用表的尺寸情况 长度为142毫米 宽度为83毫米 厚度为28毫米 整机重量为271.5克 尺寸不算大 重量也不算重 作为一个便携万用表来使用 还是可以的 黄颜色的这个 可以说是这个万用表的一个特色 取下皮刀以后 这个才是万用表的本体 我个人感觉这样的话 看起来还舒服一点 背后为一个可旋转的支架 可以调节角度 可以转换方向 转动起来还有阻力感 这样立起来放在桌面上 非常的方便 皮刀背后两个磁铁 便于一些朋友在外面 使用万用表的时候 可以直接把它吸在一些机柜上面 万用表正面 3.5寸IPS屏幕 侧面是万用表笔的接口 顶部为四波器接口 信号发声机接口 Type-C数据及充电线接口 侧面为开关机按键 整个表设计还是以简洁为主 我们先做这个DM-40C 它的温柔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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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万用表部分的测试 为了这个测试 我特意搞了一台基准电压电流源 作为参考 当然这个出厂前都经过台式高精度仪表 TIC DMM4050做主点校准 每一个电压值 每一个电流点都有精确的参考值 用这样的基准源来测试这个DM-40C 偏差是多少就是多少 为了让结果更有参考性 还是用我的弗洛克15B Pro Max 做并排对比吧 这样大家心里面更有数 电压电流我们都做三组数据 测试前这个电压电流源 已经预热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这个表也运行了大概半个小时了 首先是1.25V 参考值为1.24050 这个DM-40C测出来是1.2406 非常接近这个参考值 这边是弗洛克15B Pro Max测出来的结果 然后是5V的数值 参考值是4.99369 这边是4.9935 很接近的 弗洛克的值是4.985 现在是正10V的电压 参考值是9.99813 这边是9.997 这个是弗洛克15B的数据 电流档位的话 我们测100V安 1毫安和100毫安 三个档位 100V安 这个参考值是100.0099 经过一分钟 这个DM-40C测出来是0.100毫安 也就是100V安 很准确了 弗洛克100B的数字 这是一分钟过后测试的结果 1毫安的参考值是0.999935 这个DM-40C测出来是1 或者是0.9999 它后面 它有时候有变动 看到没有 这个数值比较接近了 这个是弗洛克 经过一分钟后 显示的结果 0.98 现在是100毫安电流的测试 参考值是100.0739 正点原子测出来是99.8 这个是弗洛克的数值 两台表测出来的数值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就是做电阻精度的测试 为了这个测试 我弄了10颗高精度的碳膜电阻 同样是用泰克的DMMM4050仪表 先做数值的确定 这就是这10颗碳膜电阻的精确值 同样是测三组数据 两个仪表 我们都用正点原子附阵的表比来测试 首先我们测试0.1欧姆 参考值是0.09866 首先是DMM40C测出来是0.12欧姆 现在是弗洛克测出来 数值是0.1欧姆 这颗电阻是EK的 参考值是1.000430 这是DMM40C测出来的结果 1.0004非常接近 这个是弗洛克测出来的结果 1.000也算是接近的 这一颗是1兆欧的 参考值是0.999301 DMM40C测出来是0.99956的样子 也是无限接近这个参考值了 弗洛克测出来就是1兆欧 有时候也会跳到0.999 至于这个温度计功能的话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这是我常用的一个室内温度计 现在是16.2度 这个是优利德的UT612D加 这款表我是长期用来检测 充电器表面温度的 现在它们的温度值是差不多的 咱们用自己的嘴巴来航吧 我们人体的温度大家都知道的 稳定下来大概就是33.8的样子 这边大概是34.8左右 两个测下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我们现在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DMM40C 信号发生机和试播器的功能 测试之前 兄弟们我先说明一下 这期我们不会做电容档 二极管档的测试 因为二极管档属于功能档 它不是精度档 只要功能正常就可以 而电容就更典型了 真正要测电容精度必须用电桥 因为电容的测量会受频率 测试电压 ESR这些因素影响 万用表测出来的更多是个参考值 用于故障排除 不用于精度对比 我们把它的信号输送到 浦源DHO802上面 测试正旋波和方波 这两种波形对信号源的性能要求是最高的 正旋波主要考验 DSC精度 模拟滤波和施震控制 能不能在整个频率范围内保持波形干净 幅度稳定 而方波考验的是输出带宽和上升炎能力 能不能保住边沿 保住斜波 至于三角波 锯齿波 本池上对带宽和边沿的要求更低 只要正旋波和方波能跑明白 这两种波形基本上就不会有问题 首先我们输出1000赫兽 封封值为1伏的 占控比为50%正元波 试波器上面接收到的 封封值 频率和占控比 跟这个是相对应的 暂停一下 这个波形看着是非常标准的 然后咱们把频率调到10千赫兽 试波器上面显示的9.999 也就是10千赫兽 占控比都是对的 调整一下试波器 这个波形也是很标准的正旋波 最高只能调到50千赫兽 这个是这个信号发生机的极限了 调整一下试波器 没有变形还是标准的正旋波 再往上的话就没办法调了 我们现在输出的是 1000赫兽的方波信号 封封值为1伏 占控比也是调的50% 试波器上面显示的也是一样的 把试波器暂停一下 这个方波看着也是很标准的 这次我把方波的信号 调整到100千赫兽 封封值为3伏 占控比还是50% 我们看一下试波器显示的结果 暂停过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波的波形也算是标准的 这个时候我把方波的频率调到1兆赫兽 封封值和占控比都没有变 我们用试波器来看一下 这个方波的形态已经不标准了 这一次我又加高了频率 把它调到10兆赫兽 其他的没变 我们看试波器 这个波形已经变成了 就像正旋波一样了 暂停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波形 这个还是比较考验 这个信号发生器的能力的 为了便于做文波对比 我拿出我自己收藏的 这个美版的苹果140瓦充电器 它的文波是非常低的 我自己的试波器测出来的 我贴在屏幕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咱们再用这一个正典原子的 来测这个充电器的文波 两个试波器的文波 我们做一个对比 这个是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测出来它是 大约在20毫弗左右 27瓦它测出来 也是只有20毫弗左右 我们现在切换到45瓦的功率 我把图片截取下来 待会我们再做对比 现在是60瓦了 这个时候已经调到100瓦的功率 它这边文波大约是40毫弗左右 我们再切换到140瓦 这边测到文波大概在66左右 这两台表测出来的数据 我们要分开看 在浦原DHO802上 这是一台标准的台式试波器 看的是最大值最坏的情况 高频尖锋 顺态噪声都会被完整的抓进来 所以数值偏大 而这个DMS40C 它的带宽和前端滤波决定了 它看到的是带线之后的工程文波 很多高频的尖锋已经被平均掉 所以峰峰值会偏小 但关键在于 两者给出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 功率越高 闻波越大 而且没有任何异常跳变 这说明DMS40C 更适合做现场快速判断 看电源稳不稳 有没有问题 如果真要抓极限尖锋的话 还得靠台式试破器 好了兄弟们 测试片到这里 我们也该给DMS40C 一个完整的结论了 先说核心观点 DMS40C最大的亮点 不在试破器 也不在信号发声器 而是它作为一台万用表 本身就做得非常扎实 6万技术不是写在参数表里的噱头 而是在实际测试中 能感受到的优势 无论是电压 电流 还是电阻精度 用基准源 和我的弗洛克万用表做对比 DMS40C的读数分辨率 更细 稳定性的话 也是非常好的 在部分档位上 甚至能给力 更直观 更干净的结果 另外一个印象很深的设计 就是它在这个技术下面 加入了一个适时的曲线图 这个设计非常工程化 你不用盯着数字跳不跳 一眼就能看出 数值稳不稳 有没有波动 这个对现场调试 和排除故障来说 非常的友好 再说它的试破器 和信号发声器部分 这两项功能 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 工程辅助工具 看趋势 做快速判断 点亮电路 是完全够用的 但是如果你非要 抠高频先锋 和极限文波 那它并不是为 这个场景而准备的 所以综合来看 DMS40C 并不是取代工作台上的 专业仪表 而是让你在 没有工作台的时候 依然能做出 正确可靠的工程判断 测试片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期猜几片 我们再从电路结构的角度 看看它为什么能把 万用表这件事 做到这个水平 测试为了了解 才是为真相 认真车载客观输出 我是灵火车载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门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